我今天做的作品就是春天的櫻花就是这样 然后有櫻花还有蝴蝶一个月 新著名学员秀出美丽的美甲图案 有春天的櫻花与蝴蝶 还有中国国画与水墨风格 松山区公所新著名美甲班 吸引来自中国、缅甸、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新著名参加 有学员是第一次参加 也有之前上过课后开发了兴趣 再次跟着玉达高中时尚造型科陈兰梅老师 学习最新时下流行的美甲美学趋势 精进自身技巧 之前有去学会上过 然后也是第一次也有 这次是上第二次的在学校三十分之后 第一次上过以后就觉得老师叫得很棒 然后第二次看到这个课程就马上报 之前第一次跟老师的课学了以后 回去就买油了 有一些材料 有朋友要或是家里姐妹会要做 我都帮他做 已经开始有在帮朋友这样子的尝试做 以后会想说有的话就尖职吧 就这样 因为家里还要我帮忙做事 尝试从尖职开始这样子 对 因为对美业也蛮喜欢的 因为最近正在准备考美容证照 每一堂课我都会在FB帮玉达打卡 要把我的老师教的作品都往上传 对 就说谢谢玉达 这样子就是要的 很谢谢老师 最近就是有选的趋势 然后看到现在上到很多美甲的时候 可能就是刚好玉达的朋友 就是他陪教我说 哎刚好有这个课程 我想说来上上看 就是说我们来接触 就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些美甲 什么 还有可以同学一些互相交流 那今天我学习到基础的美甲 那我觉得我可以在家里 就是可以做很好的 就是美甲基础的一些华梁跟产绘 就是这次的就是文化的一些代表 这个大红花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 那红色就代表勇敢 对那我就是老师上课有教一些花朵彩绘 我就运用老师教的一些基础 把它运用上去 外面去给人家做美甲的话 那费用蛮昂贵的 那如果虚空所办的这个活动的话 可以跟老师学到自己DIY做美甲的一些技巧 然后就可以自己完成自己喜欢的美甲 然后节省一些费用 我这边的话呢 我是做那个搭配我衣服颜色的一些美甲 然后老师有教我们烟火的美甲 对那如果说衣服跟美甲的颜色搭配的话 那这样子整个就会一致性 然后就会很好看 对 由于课程内容丰富 教学主题性十足 结业时中总共有14位学员 获得全勤奖殊荣 松山区副局长师淑黎也立临现场 颁发结业正名级全勤奖 并鼓励学员奋发向上 未来可以朝着考取美甲证照 步入美甲领域来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 十周 那我刚刚在这里呢 也看到大家非常的认真很专注的 来完成您的作品 那在后面也看到大家 这十周来的一个学习成果 那原来我今天才体验到 我们来美甲 女生从头 刚刚有几校长讲 从头到脚都可以美美的 从美睫 然后美唇 目眉 现在美甲 全身 女生名为女人都可以美美的 那刚刚呢 我们的作品里面 我还看到了 展现了像是海洋风啊 还有粉粉的很像樱花的春天的风格 非常多的艺术之美 那我想这是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指导跟功力 那刚刚我们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刘校长 跟我们刘校长团队 刚刚一进到这个教室 原来这个教室是一个专属的美甲教室 所以我们松山巨公所也非常的荣幸 得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支持 来对我们新住民朋友 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上的一个指导 那这样的一个指导 其实也是台北市政府非常重视的 也是希望我们的新住民在这边 有一些学习 然后也能够更融入了我们的家庭跟社会的生活 美甲班由松山巨公所及郁达高中再度合作办理 郁达高中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与新住民合作 结合多方资源 创造最大的效益 我们学校有五个科 我们都希望这五个科 能够让大家发现我们的存在 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发现我们的存在 就是要把资源分享出去 要让各位愿意走到郁达来 所以呢这几年 这几年松山给我们很好的机会 我们听说我们的厨艺班已经开课 报名一小时爆满了 除了美甲 物美 美法 这一系列实上造型的课程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资源 其实是可以分享给各位 尽管有没有拿到今天的礼物 来上课的过程里面 有交叉心的朋友 都是一件最开心 那是最珍贵 最宝费的一件事 一礼物很重要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 不同主题的新住民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脸书粉砖 最新活动及课程讯息 都会第一时间在官网及粉砖公布 记者林奇慧 台北报导